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門林則徐紀念館坐落在蓮峰廟內 館內立有雕像 林則徐曾經在府門燒煙 澳門與他又有何淵源呢? 清朝年間中英貿易的順差越來越大 中國商品在歐洲大受歡迎 英國商人認為必須尋找一種高利潤的商品 追犯在貿易中失落的利潤 和海深遠的鴉片開始進入中國歷史舞台 鴉片又稱阿芙蓉 復仇高 清朝中業時期 鴉片經由愛商大量流入中國 由於鴉片容易讓人成仁 在清家慶年間就被禁止進口 遺憾的是澳門在這場貿易中淪為中轉站 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據點 是國各商人來華貿易的一個交易點 經澳浦政府默許 大量鴉片製滿了碼頭貨棧 從澳門流入內地 鴉片和賀已經蔓延至各個階層 使得軍力衰退各府空虛 1839年清廷委派林則徐為陰差大臣 到廣東查金鴉片 而林則徐到了廣州之後 跟兩港總督鄧廷正研究禁煙的辦法 6月3日至25日用了22日的時間 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了200多萬斤的鴉片 虎門燒因除得重大成功之後 林則徐擔心英國商人會利用澳門去匿藏鴉片 於是跟鄧廷正一起視察澳門 1839年9月3日 林則徐一行經過關閘來到澳門 在蓮峰廟裏面接見澳浦官員 並且向他們申明禁令 要求澳浦官員手法清查居民戶口 搜查屯床的鴉片送到視察民情 林則徐一行來澳不過三個時辰 巡悅期間先後度過大三峽、南華、孖閣廟等處 除了受到華人的眾視與歡迎 蒲方更在多個炮台命拋十九響以示尊敬 林則徐和澳門的聯繫 不僅拓展了他和當時士林學子對天下的認知 為了長探疫情 組織翻譯外文報紙 影響了數代人的思想 使他們自知不足 因而有了思而長寂以制而的思想方略 讓當時的國人得以警醒求變 更重要的是巡悅澳門之舉 充分彰顯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威嚴 以及維護民族利益的外國精神 為了很強烈的喜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